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日报的消息 3月22号韩国最新修订的过度曝光法令是正式施行了 这个法律就规定女性不能够穿着过于短小的迷你裙 一旦被认定在公共场合过度曝光的话 将会被处以5万韩元的罚款 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 韩国就禁止民众穿着膝盖以上20公分的短裙了 而这次的法令出台又令很多韩国民众想起了当时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人就说为什么国家还要干预民众穿什么衣服 政府的行径让我们十分担心韩国会不会再次退回 那个连头发和裙装长短都要受限制的年代 那对此呢国家警察厅的检察员也专门出来澄清了 说这个法令实际上不是针对裙子的长度和民众的着装的 而是希望消除一些有伤风化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那他也说呢将会紧令把法令的真正面目和主要内容 给民众做出更加清晰的解释